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刘秀传 今天咱们讲第十三回 德龙望蜀 龙幼大战 是吧 从公元三十一年开打 打到公元三十三年 打了三年 最终以尾销的战败结束 战争其实是以尾销主动进攻刘秀开始 刘秀其实早有准备 就各主要的关卡都有重兵防守 所以尾销的进攻最终无功而返 西北啊 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这个地区啊 地形特别复杂 一手难攻 所以你往后看 是吧 谁进攻谁倒霉 尾销进攻刘秀不成功 随后呢 刘秀开始大规模的进攻尾销 是也不成功 刘秀是御驾亲征 讨伐龙幼 我们以前啊 提到名字的这一干五家 是吧 全都在列 但是这个战争打了半年 没有任何进展 就这个地方全是山 义夫当官万风我看 刘秀最后不得不撤退 改为围困 就是这种围困 最终战败了尾销 尾销因为刘秀的围困 最终众叛清理 尾销最终死于疾病 也有说说刘秀的军队呢 围住了尾销 尾销因为饥饿 就偷偷跑出城去吃饭 结果就就吃这个 吃了太多的这个黄米 就是黄豆蒸饭 黄豆蒸饭这个东西呢 吃到肚子里以后 它会负账 你不能一次吃太多 尾销据说呢 就是一次吃了太多的黄豆蒸饭 结果给撑死 就有反正有这么一个说法 得拢望鼠这句成语呢 就是这个时候刘秀的心态 其实这句话值得琢磨 这句话确实是刘秀说的 史书中记载呢 这句话是说给陈鹏的 刘秀亲征拢幼不成功 九宫不下 于是呢就决定返回洛阳 临走的时候和陈鹏说 说你要是打下拢幼 然后就可以去进攻鼠地 这个得拢望鼠啊 人的愿望是没有尽头的 每打一次仗啊 我这头发呀就 就白一些 听着其实刘秀不愿意打了 但其实你细想这句话 陈鹏后来胜利以后 是回了荆州 以后陈鹏进攻西蜀 其实走的是水路 顺长江而上 就这句话的意思是 陈鹏这些南方将士 现在其实听着也是不愿意打 得拢望鼠这句话 在我们现在都认为是贪得无厌 但在当时那种语境下 其实是说打够了 不想打了 但是箭在弦上 怎么也得打到底 没办法的 得拢望鼠 其实只有得拢才能望鼠 是这个意思 大家心里都明白 只有平定西蜀 才有最终的天下太平 当拢幼的问题解决了以后 对公孙树的进攻就开始 蜀地和山东南部拢幼 这些地方不同 蜀地的特点是什么 是物产丰富 天府之国 所以不可能刘秀通过用封锁的方法 来解决蜀国的问题 山东南部拢幼这些地方 其实都很穷 你只要控制住粮食 那个地儿养不了多少兵 但是和这个些地区不同 西蜀是一个很轻松 就能养十万兵的地方 而其实有三万兵 就足够守住西蜀 就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险要 但是西蜀这个地方呢 地方势力盘根错节 历来它的独立性更强 西蜀本地人对于中原 是没有野心的 历史上没有说 说西蜀人要统一中国的 说西蜀人要打仗 没有的 我印象中一个也没有 就这个地方 它的民风四个字 知足常乐 那些在西蜀反叛的人 都是外来人 借着西蜀的富饶 要在西蜀建立基地 然后一统天下 这样的人都是从外边来的 所以西蜀后来经常的 虽有雄兵百万 但最终谁也用不住 就我家有地 我有饭吃 谁肯为为你去卖命呢 真正把西蜀皇帝赶下台的 其实都是西蜀人 但是这得是有方法的 刘秀的办法 其实就是攻心为上 攻城复制 你只要保持对西蜀的强大压力 西蜀最终一定会分化 西蜀人是不会支持人 支持自己的皇帝的 刘秀这个时候 打出的旗号 天下太平 于是那些逃到西蜀避难的人 现在人心思归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西蜀 结果外来势力在西蜀是越来越弱 本地势力最终越来越强 这个事啊 咱们以后会讲 下一回咱们咱们讲三国 咱们专门讲蜀国 就西蜀 根本就不是三国演义里的那个样子 陈鹏打响了进攻西蜀的第一战 有趣的是 陈鹏在西北获胜以后啊 撤军了 他是回到荆州 然后在荆州组织水军 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公孙术虽然搞了很多的封建迷信 还利用自己的信 公孙 史书当中 凡是说公孙如何如何的 公孙术都给找出来了 说这些都是称语 是上天预示着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这些话 你忽悠中原那些书呆子还成 你忽悠四川人 不管用这个事 陈鹏成功的突破了蜀郡的长江防线 七蜀的长江防线 在江州 就是现在的重庆附近吧 登岸 于是所过之处 西蜀各地的人马纷纷归降 就是就是几个几个跟着公孙术 从外边来的西蜀的大将还抵抗了一下 其他的西蜀大将都投降了 你只要让西蜀人相信赶走公孙术 西蜀还是西蜀人的将天下太平 西蜀人就会把公孙术当成祸害 很多地方是吧 都出现了四川人杀了当时的地方官投降汉军的事情 你现在明白刘秀的高明了吗 西蜀这个地方有道德制高点 谁把自己装扮成和平卫士 谁就能轻而易举的赢得西蜀的人心 刘秀一句天下太平 让貌似强大的西蜀 奋崩离析 历史上这一段最有趣的不是陈鹏如何进攻 而是刘秀如何进攻 刘秀没有上战场 他就是通过一封又一封的信给公孙术 刘秀是写了好多信 历史上你看吧 这一段全是刘秀的书信 其实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 哎呀 公孙啊 你来吧 我给你留着位子 我保证不翻旧账 最后就是一句话 咱们别打了 天下太平不好吗 我其实以前觉得刘秀挺逗的 是吧 这公孙术会归降吗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直到后来 是吧 看懂了三国 我才明白 哎呀 这个刘秀啊 是太高明 这是刘秀宣传战的一部分 这些书信 比陈鹏的刀枪啊 管用 公孙术自己不肯投降 但是他手下的大将都投降 公孙术不但不投降 公孙术还强硬的态度 用强硬的态度 回击刘秀的劝项 此时在四川的汉军 其实最奇怪的现象 就是汉军 陈鹏带领的汉军 到了四川 其实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人呢 越打越多 陈鹏带了几千人登岸 打到成都的时候 已经是十几万人 那些人都是投降的 于是公孙术就利用 陈鹏手下的混乱 你不手下有很多降兵吗 于是公孙术就派了一些人 假投降 投降到陈鹏手下 就利用这些假投降 就暗杀 搞暗杀 杀了好几个西数将领 甚至于最后 连陈鹏都被暗杀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战胜公孙术的 真的不是陈鹏 就是以后 他杀了几个刘秀的大将 已经于事无补 公孙术最后分崩离析 最终公孙术和刘秀手下的 大将吴汉 在成都死战 在冲锋中受了伤 公孙术在冲锋中 好像胸口中了一枪 不是枪打的 而是长矛 胸口中了 受了致命伤 回去就死掉了 随后成都都归降 西数的战士至此结束 这个公孙术 其实在历史上很有名 我们都知道四川 有个白地城 对吧 都觉得刘备 死在白地城 因此白地城得名 其实不是 这个白地 指的就是公孙术 公孙术建立大城 以白色 为主色调 所以后来就把公孙术 称为白地 白地城 指的是公孙术 在晋和唐 后来很多的诗人 写这个四川的时候 都用过一个词 叫卧龙月马 这是这样的词句 这句话里就代表 用这句话 代表蜀地的英雄豪杰 卧龙月马 卧龙是诸葛亮 月马就是公孙术 真的 卧龙月马 诸葛亮和公孙术 这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 咱们下一回讲 是吧 咱们咱们等到下一部书 咱们讲蜀国的时候 咱们讲 真的 自古之兵非好战 后来智术 要深思 好了 这一回咱们先讲到这里 今天是大年初一 给大家拜个年 今年是猴年 而且是火猴 是吧 那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红红火火 按照老年间的说法 火猴是凤凰年 名为啥叫凤凰年吗 两个含义 一个是这是重生年 凤凰欲火重生 这是不怕失败的一年 火猴之年 祝大家勇往直前 无论是婚姻 还是事业 这都是兴亡续断的一年 另一个含义 龙凤城祥 是吧 凤凰年 这是老婆说了算的 一年 是吧 预祝大家 猴年 多顾家 多回家吃饭 听老婆话吧 跟着老婆 闷头发大财 掌柜 给大家 拜年了 拜年 最后 就这就是 我会忘记 你 我会忘记 我会忘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